昨天我们跟谷爱玲谈她对自由式化石怎么怎么以前钟情 今天我们跟她的教练谈一谈她对谷爱玲的事的感情 欢迎谷爱玲美国自由式化石的教练 最近谷爱玲在2022年的冬季奥运会拿了两枚金牌 你没赢牌你应该感到骄傲吧 对你们都看到她的表现令人感到骄傲 我当然也感到骄傲吧 她去中国的时候我祝了她一帆风顺 小谷在奥运会做的技巧全都是我教她的 如果她没有我她根本不能去冬季奥运会 别人把她看成滑雪天才 然而是我培养她的天赋 当你认识谷爱玲的时候 你觉得她怎么样 谷爱玲是生产不露还是生龙或虎的水鸟的 小的时候她应该很有锻炼的天才 谁是啊 她小时候半门弄苦 只是半瓶醋 真是自不量力 开始跟她练习 她有的时候把我的花蛋耳边疯 我对教她的事几乎打退堂股了 哇你怎么可以说这些话呢 谷爱玲的表演现在是美国最热门话题啊 如果别人听到这些话 那人们会想你好不管她的吧 我从来都没有看过个教练这样说自己的学生 怎么了 你开玩笑吗 撞龙作哑吧 是你刚刚问我认识谷爱玲的印象的 对不对 哎呀 你为什么引起麻烦呢 无论她是否叶狼自大 反正她都非常非常用功努力 谷爱玲值得自己所赢的奥运奖牌 也许是你引起麻烦的 今天的访问赶快结束了 我希望你和谷爱玲未来的努力 一番风顺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访问 谢谢大家收看